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四节 他们要戏弄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鞭打他 杀害他 过了三天 他要复活 这段经文是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害和复活 在这之前 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受难与复活后 门徒就争论谁为大 而这一次雅各和约翰又要求坐在耶稣左右两边的大位上 引起其余十个门徒的恼怒 这显示门徒虽然外表跟随耶稣 却没有心里真正的跟随主 没有喝主的杯受主的喜 因为接着耶稣就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所以凡是要跟随主的人 也都要喝着主的杯 受着主的喜 也就是要放下自己 要舍命 放下自己 然而什么是舍己呢 真正的舍己 乃是因着对神和对人的爱所做的放弃或坚持 正如保罗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他放弃了靠福音 他放弃了靠福音养生的权利 也为了纯正的福音坚持立场 甘心受苦 这也正如解经王子坎伯 摩根牧师所描述的 真正的门徒既不拣选歌唱 也不拣选晚歌 既不拣选阳光 也不拣选阴影 除了明白并遵行主的旨意以外 别无他选 一言以蔽之 舍己就是舍弃自己的意见 拣选神的道路